大家好,我是小佳 如何让春饼做出来面皮筋道,口感柔软,变凉也不会发应呢? 今天和大家聊聊春饼的做法 先来和面,中筋面粉400克,加入2克盐拌匀 准备230克开水,边搅拌边加入面团 开水可以把面粉中的面筋烫软,部分淀粉烫熟蓬化 就会让最后的饼吃起来口感柔软香甜 把面粉搅拌成颗粒状,当摸起来不烫手了,就可以下手揉面了 这里的面团有一点偏硬,但因为是烫面,最终也不用担心饼皮会硬 面团因为大部分面筋被破坏,这里柔和光滑也没有关系 给它盖上保鲜膜,让它休息一个小时 可以在保鲜膜上留一个小口,方便热气散出 一小时后取出面团,用刀把面团切成三份 两份放回盆中,用保鲜膜盖住,防止变干 拿出其中一份搓成大概直径三厘米左右的长条 用刀把它分割成大概每个2.5厘米左右的小面团 把每个小面团按圆,这里按得越圆,最后擀出的饼就会越圆 准备一小盘油和面粉,拿一个面团蘸一点油 蘸一点面粉,再拿另一个面团捏在一起 一个饼坯就完成了 组装好所有的饼坯,拿出第一个做好的 将它擀开,可以用擀饺子皮的手法先将边缘擀薄 因为是烫面饼,没有面筋的帮助 饼比较难擀得很圆,但对于口感没有影响 擀好的饼直径大概20厘米,厚度大概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一个,饼坯也可以直接像这样擀开 直到擀到自己想要的薄厚程度和大小 饼最好擀一张烙一张,饼皮在空气中放久了会干 平底锅中火预热,把饼皮放入预热好的锅中 稍微转动,让它受热均匀 烙春饼的火一定不能是小火 烙得太久,水分蒸发太多,就会不那么柔软 当看到饼齐小泡时就立刻翻面 饼皮稍微鼓起就立刻出锅,整个过程大概30秒 出锅后的饼一定要立刻用干净的布包起来 不然热的饼水分蒸发会更快,饼会变硬 趁热撕开一张饼,因为抹了面粉和油,分开非常容易 将所有的饼烙好,再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配菜 美味的春饼就完成了 我准备了一些猪耳朵,炒鸡蛋,和粉丝菠菜 烙好的春饼又薄又软,还有一些筋性 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用来卷自己喜欢的任何配菜都很棒 喜欢肉卷肉,喜欢菜卷菜,也可以放上自己想要的酱 春饼实在是一种吃起来让人很满足的食物 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帮我点赞,点亮小铃铛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见